大家好,我是千锋好程序员大数据讲师大海 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 Hflow当中的Sync当中的HBaseSync 那对于这种东西的学习 我们还是要参照我们的官方文档去学习 那首先我们打开官网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HBaseSync HBaseSync 其实从这里面可以简单的看到 HBaseSync有几种 HBaseSync HBaseToSync 还有一个什么 AtheneHBaseSync 那么咱们详细来看一下 那这个HBaseSync 也就是说可以将数据直接写到HBaseSync当中 是吧 然后呢 它有这些配置项 首先呢 嗯 这是什么 这是类型 对吧 然后是 要Sync到哪张表当中 然后呢 写到哪个列足当中 然后一批处理多少数据 对吧 然后这里边有个什么 序列化的一个类 是吧 使用什么序列化 那写到哪个 写到哪个列当中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HBaseSync HBaseSync 然后还有HBaseToSync 那这个HBaseToSync呢 是针对于什么 HBase的二版本的去使用的 对吧 所以说这里边有个版本的差异 如果你是HBaseToSync 使用的是二版本的 那你要使使用这个HBaseSync 就是要 要用这个的配置 对吧 那首先是TAC 就是变成了HBaseToSync 然后还有什么 序列化这会儿有些差异吧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呢是什么 异部的HBaseSync 异部的HBaseSync 那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实量 就是什么 它的这个序列化 对吧 序列化的这个类是不一样的 那官方文档写了这么多 对吧 那咱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我给大家整理的 HBaseSync呢 可以分为这样两大类 一个是HBaseSync 对吧 一个是HBaseSync 那关于HBaseSync呢 它提供了这样两种的序列化模式 啊 SimpleHBaseUnit Cellery 那对于这种呢 它是将整个世界 UnitBody部分呢 当做完整的一列 写入的HBase 也就是说 在你我们插入HBase的时候 一个UnitBody 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一个列 那这样来讲的话 呃 它会很不灵活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可能这个数据只有一列 对吧 那所以说这个不太合理 啊 嗯 可能应用上来讲的话 不是很方便 那另外一种序列化的这个这个接口呢 就是什么 嗯 可以 这个支持正泽者大士的这样一个 序列化类 那也说可以根据 我们要提供一个正泽者大士 然后呢 将这个数据呢 按照什么 按照这个正泽者大士去匹配 那什么 将数据拆分成多个列 然后插到同一个当中 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一个同一个列组的多个列当中 那实验网说到这里 我们就会发现 那HBaseSync呢 在插入数据的时候 只能什么 只能往一个列组当中去写入数据 这是什么 这是它的一个弊端吧 然后另外一种 这是什么 这是HBaseSync 然后另外一种什么 AthynicHBaseSync呢 它只提供了一种的序列化模式 就是这个简单的这个 逆部的这个序列化模式 那这种呢 也是将整个事件 对吧 整个EVNTBody呢 作为一个完整的写入到HBase当中 那在插入HBaseSync的时候 一个EVNTBody呢 只能被插入一个 一个列 那这里边呢 实际上来讲的话 对于HBase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版本的一个适用的问题 什么是版本的适用的问题呢 对于这个1.6 它现在支持的HBase版本是0.98 那机器以下的版本 当这个HBase超过0.98版本的时候呢 那1.6机器以下的版本呢 就不支持 往HBase当中写入数据 那对于1.7机 Floom的1.7机以上版本呢 HBaseSync呢 目前支持往0.8机以上的 版本的HBase呢 写入数据 那当然肯定是也向上兼容的 也说它也会兼容什么 兼容0.8机器以下的版本 也说呢 现在这个HBase1.7版本呢 它是可以往HBase里面去写入 HBaseSync呢 可以往HBase当中写入数据 它支持 也可以说它就支持任何一个版本吧 对吧 我们是可以这样理解 那对于AthynicHBaseSync呢 它支持所有版本的HBase的写入数据 但是呢 它不支持 不支持什么 不支持0.6机以上的HBase的IPC通信方式 那实际上 我们介绍到这里 我们会发现 HBaseSync呢 它会有诸多的限制 对吧 所以说它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呢 也不是说特别的多 会有少一部分的去拥有 这里边啊 这里边我们在注配置的时候呢 肯定要注意什么 注意到这个HBase的一个版本 Floom和HBase的一个版本的一个匹配的问题 那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然后 而且我们如果是在 真如果是有应用这个什么HBaseSync 那我们还要将什么HBase的这些依赖包 对吧 这些lab lab下的这些价包 要拷贝到什么 要拷贝到我们Floom的lab下面去 这是必须我们需要做的 如果是我们要使用这个HBaseSync 那 由于这个HBaseSync 在实际应用当中不多 对吧 所以说这块呢 我们也不去做过多的这样描述 对吧 因为针对网HBase写数据 对吧 我们如果是这样 它这样不智能的话 我默不如什么 默不如我们自己去使用代码去实现 那更方便更灵活 那好 那关于HBaseSync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